大家早安 谢谢全球现场 我们先持续带你来看到 这是跟一份华尔街日报所做出的分析报道 因为说现在距离美国大选还有一年多 但是全球各国现在已经开始在考虑说 好 如果下一个美国总统真的是川普的话 那整个美国的外交走向会不会有所不一样呢 好 尽管是川普他现在深陷官司争议 但是他的民调还是非常的高 华尔街日报现在就引述了分析人士做出相关报道 正在角逐共和党提名 而且人气居高不下的川普如果再次胜选的话 华尔街日报分析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可能会有所动摇 因为这个报道里头也进一步分析了美国的盟友 包括了法国还有日本都是认为川普是比较反复无常的 而且他也不是一个政治家的过去的培训嘛 所以他不太有兴趣要培养长期结盟的关系 以对抗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的扩张政策 另外在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的话 则是认为川普是交易型的领导人 有可能愿意达成协议 缓解现在乌克兰跟台湾等战争热点区的紧张局势 好持续要来看到的是在南海的部分 由于中非之间在南海的主权争议 最近是争锋相对不断 美日澳非在24号就在南海这边举行联合军演 但这个军演呢就被外界解读是剑指中国大陆的意味是相当的浓厚 而现在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准航母初云号更是首度停靠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 在27号的时候美日飞澳的四国的海军司令也在初云号舰上举行了典礼 初云号其实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型的护卫舰 而另外一艘护卫舰5月5号这一回也跟初云号同行 在25号开始就停靠在马尼拉这边 预计驻扎到31号要加强的是跟菲律宾的海军的关系 并且在9月的时候完成2023年印太部署之后才会返回到日本去 好说到日本其实这几天日本有非常多的这个引发邻国不满的相关的举动 包括了就是排放核污水 日本的国内说现在包括了像是政府部门还是餐厅跟民间单位 都有接到这个国马市86也就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骚扰电话 好对此日本的外务省事务次官刚也正进呢 他在28号的时候就召接了中国大陆驻日大使吴江浩来抗议 好现在根据日媒共同社的报道 日方是向吴江浩提出了抗议表示说 中国大陆第一时间对日本实施禁止海鲜进口的禁令 是不符合科学的再度要求立刻取消相关的限制措施 好其实现在这个日本排放核污水也造成中日关系紧张 那再加上有一些议员他们原定是要访华的行程 现在都被中断了 像是日本的公民党的党魁山口纳金南 他原定是在28号要访问中国大陆 但是在最后一刻这个行程被推迟了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被问到相关问题 他说这是双方商讨之后做出的决定 而同时间他也再度批评 日本排放核污水是极度不负责的 日本民调显示 约四成的日本受访民众反对排海 88.1%的受访者担心排海计划 损害日本形象和潜在经济利益 81.9%的受访者认为 日本政府的解释不充分 即使是声称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满意的美国 我们也注意到有报道称 今年上半年美国减少了从日本进口隆林水产 我想大家可以去问问美方 美方到底担心什么呢 日本从24号开始就排放核污水之后 现在引发中国大陆的民众强烈反弹 甚至打越洋电话到日本的餐厅 或者是公家机构来抗议 甚至说现在在大陆的日桥学校 还被砸鸡蛋跟石头 对立情绪急剧升高 而日本在大陆的各个机构 也已经加强减备 日本24号开始排放核污水后 中国大陆民众非常不满 不只纷纷取消前往日本的行程 现在还开始针对福岛 东京等政府机构 餐厅 民间单位 打抗议骚扰电话 一位大陆男子还打电话到日本餐议院 表示抗议 有餐厅已经接到上千通电话 有人甚至还辱骂白痴等字眼 让日本人看到开头86的电话就头疼 被此日本28号敦促北京呼吁民众冷静 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也要求北京依法延正回应 反日情绪持续在大陆升温 在北京的日本驻中国大使馆门前 和上海的日本总领事馆都有多辆警车戒备 江苏和青岛等地区的日桥学校同样遭到波及 有人砸鸡蛋甚至还有人投石头 让日桥学校连忙架起路障 同时日本福岛27号还有大约500名民众上街抗议 强烈反弹日本将核污水排海 虽然日本不断强调会持续检测水质和鱼类 还在28号开放媒体进入核电厂采访 邻国抗议声量已然不减 中港澳门限制进口日本水产 泰国也开始严加管控日本水产进口 检验一旦超标就会退回或销毁 显然日本不管做什么都无济于事 记者综合报道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 798 CTI 798 有何外的折扣 素材 我怎么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